2020花蓮太平洋纵谷马拉松圆满落幕 这个赛事包括自行采购还有企业赞助的饮水物资还留下不少 因此花蓮市体育会的理事长邱玉哲 就特别把这些饮用水捐赠给花蓮市公所的清洁队、工程队还有农官客 市长温佳杰特别颁发感谢花蓮市体育会的热心慷慨 2020花蓮太平洋纵谷马拉松深获在地企业肯定支持 包括了光荣海洋生计、花蓮一信还有理想大地度假饭店都提供了瓶装水给参赛选手 花蓮市体育会理事长邱玉哲表示 活动圆满结束之后特别把剩余的300箱瓶装水捐赠给花蓮市公所 为辛苦的公所同仁来补水 首先我们要感谢花蓮市公所我们的花蓮市长魏嘉贤市长 来为我们一起承办这次2020的太平洋纵谷马拉松 那在这次活动非常的成功 那我们在会后呢有剩下的一些资源、一些补给品 我们希望说把它完善的发挥它最大的功能 然后把这些资源分享到给各地需要这些资源的单位以及团体 那也希望借由这样的资源分享 让我们的市公所所有的工作都能顺利的进行 市长魏嘉贤也颁赠感谢转肯定花蓮市体育会的热心工艺 那今天要特别谢谢体育会 在办理完太平洋中国马拉松之后 那有一些水的部分 他也制证给我们非常辛苦的清洁队 农官客还有我们工程队 那最主要也要谢谢我们体育会的丘迪市长 那他知道说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国家清洁周 那每一个科室每个单位都要进入紧锣密鼓的一个协助民众过年的一个程序 那要把市我们环境整理干净 所以他特别把剩下来的一些水 而且都是非常好的水 然后资赠给我们的所有的一个我们非常辛苦对部的同仁 那我们希望说也非常感谢这些好朋友的一个协助 那我们也希望说看到我们清洁队员或农官客 还有工程队的在打扫环境清洁的时候 给他们多一些掌声多一些鼓励 这次花联市体育会共捐赠了300箱的瓶装水 给市工所的清洁队工程队还有农官客 希望在年终繁忙的国家清洁周期间 同仁们在工作时也不要忘了多多补充水分 谢绿慧欢市报导